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冠疫情的影响 香港总体的就业不太乐观 我们也很希望在这个时候 可以多帮助我们青年人 外在一班其实都是在上海工作生活了很久的香港人 包括我们张郑先生 是我们上海香港联会的会长 就像我们香港人在上海的同乡会 就是这样的 我去做一间上海的化妆品公司 因为本身现在国内的化妆品一个行业 就是现在越来越成熟 所以很多人都开始接受化妆品这个事业 在那里做就做得非常之好 然后现在就过了三年 就开始发展了自己的户肤品牌生意 我觉得青年会是给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 香港那个住的空间 未必可以在这里住得那么好 是真的 我在上海才找到我现在的男朋友 和他开展了我们的事业 现在看看哪一条路可以走得通 去发展我们的未来 我觉得香港其实对我一个非常之年轻 刚刚毕业的一个创业家来说 我的机会真的不多 那为什么去上海呢 因为我觉得上海是中国这么多个城市里面 它是比较英国的 金融和科技上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之领先的地位 去年就在上海自业了 那我也都邀请了 夜夜晚晚都已经上海了 我们是拿着你们的创业 和你们的投资意向 然后我们帮你去联络一些公司 一步去配对 所以其实你这个工作量也很大 但希望成功率是比较高 其实慢慢你就会適应到上海 其实我们是帮你踏出第一步 我们是希望做这一步 保证有一万元的劳动联络 你们的感觉如何 我可以告诉你们 一万元如果这个投资创业 如我们来说 是一个绝对不是低的数字 而且也有保证他们有一个住宿 半年半年 这个是解决了你们落地在上海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们是值得考虑一下 来上海看看 这个工作机会是怎样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经历 希望大家同学珍惜你的机会 对 你知道上海非正式统计 我还没有去过 我很想再继续多一点 所以我就决定 留在上海 是你有没有一个心给自己 就是做一些和自己不同的事情 令到你的人生上面 有一个经历在那里 耶 耶